我們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一樓,1300 我們要突破這個成績 我們要創造一個大家很難突破的成績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今天這部影片呢,跟大家分享在絕區林裡面的小遊戲 噓魂犬3 今天我們來成為這排行榜的第一名 這遊戲呢,其實如果有玩過的人應該會知道 這是爆鑽小英雄的類型的遊戲 這就是一直往下挖 然後我們會消耗,這邊算是靈魂啊 在爆鑽小英雄裡面是消耗氧氣 就是有點右上角這個時間限制啦 我們在時間限制內呢,要一直往下挖 那看你能挖到多深呢 那我們總共會有3條命 這個裡面算是比較簡單版的爆鑽小英雄 他有一些特殊道具 然後挖這種比較硬的特殊方塊呢 也不會額外的消耗氧氣 那還有一些比較硬直的方塊 像這個金色問號呢,就是一個非常強烈的道具哦 這邊拿到的是防護罩,就是免死金牌一次啦 就是有點像是多一條命的概念 那另外呢,也有一個無敵狀態 然後可以讓你挖得非常快速的 然後也有銀色的這種道具 這個大致上都是改變周圍的方塊啦 變成一樣的模式 那這個裡面還有一個特殊的動作就是 高於3格,然後往下挖的話呢 會有一個大力的衝刺 他會把下面這個比較硬的方塊直接挖掉 那我們紅色呢,就是我們的靈魂量 我們要邊走邊吸 這裡有一個小訣竅就是 在空中呢,你是可以左右稍微移動的 那這個魂呢,我們只要移動 稍微碰到一點點就可以吃到他 就可以補充了 所以省一點時間 那這裡有一些陷阱哦,這裡有刺的 然後就是會,呃... 延遲大概一秒鐘,然後往後刺 所以要趕快跑 那這個遊戲呢,有一個比較 可能大家不習慣的方法就是 哦,我這邊一面不見了,防護罩用掉了 就是這些上下,往下掉的方塊呢 會碰到,呃...相同方塊它就會黏在一起 像是我們這個特殊的方塊 碰到其他的方塊就會卡在上面 然後呢,它會黏在一起 同顏色呢,它不會分開掉落 所以可以利用這個技巧呢,上面掉下來的 如果旁邊會有東西黏住的話 那就不擔心,它就是會卡在那邊 就不用擔心被砸到 第三關呢,這個關卡配置 就是跟爆撞小英雄一模一樣 第三關是這種大範圍的 然後只有兩個顏色的,所以會大量的破壞 那只要有四個方塊同顏色碰在一起呢 它就會自動消除 這一關呢,反而不要太快喔 要太快有時候會出問題 所以這關要穩扎穩打的 因為我們的靈魂量一定非常的足夠 那...啊! 裝好被壓到 太急了喔,這邊有時候太急就是不行喔 400公尺! 好,這裡這一關比較難喔 旁邊那個刺非常多 這個四面八方都有刺的 然後拿到這個靈魂也不是很容易 有時候可能甚至可以稍微想一下 然後以這個拿靈魂為優先會更好 那這邊直接硬挖掉 往下繼續走 好,靈魂 一個靈魂呢加20的量 繼續走 那這個就是要快喔 這一關要蠻快的 那個刺很多 然後我們要拿靈魂的 畢竟路上就會有這個刺 就往下 那有時候也會玩到就是 旁邊都是硬的方塊 你又只能硬挖的一個狀態 喔這個很陰險 這個就是上面碰到之後 它旁邊側邊都有刺 所以這個也是不能太快 你要等它刺完再走 讓我們直接走的話 就是會被 偷觸到一下 有點衰 我們這樣已經掉喔 剩兩條命了 這裡的刺超多 超多 超多次 那挖到一個沒地方跑 應該直接往右跑的 想說右邊都是這個硬的方塊 不想過去 500公尺 道具 好想要道具 最好的話我想要拿到金色的 OK 這邊全部變白色了 那這個是完全挖不掉的方塊 也不會墜落的這個 黑色方塊 這個就是 在它下面其實就是安全 上面會阻礙 但是在下面呢 就是一個避風港的概念 只要躲在下面就非常安全了 好 這邊我們要利用 讓它消除 好 那 好像也沒辦法 只能往下挖了呢 盡量拿 這邊消除 OK 可以繼續往下了 所以我們這個中間 有時候還會加一條命 所以可以玩的次數意外的多 只要你有辦法一直往下挖的話 當然速度呢會越來越快 消耗的這個氧氣量 算是這個靈魂量 越來越快 那我們的 這個掉落的速度也越來越快 難度也越來越高 所以就是一個這樣的小遊戲類型 這一關呢 第六關 也是一個比較危險的快速關卡 好我們要盡量走那個通道 因為那個通道裡面呢 呃獎勵蠻多的 然後 蠻長的一條路可以直直衝 旁邊那個有刺的話要稍微看一下 這邊繼續往下挖 其實如果你手速夠快 一直往下挖到可能也不是一個問題喔 應該說不定也很快 好想吃那個魂喔 但是 好像吃不到也吃不到算了 走吧 再往下 700公尺 看一下喔 那個魂 OK 出一下繼續往下 有時候記得消除上面的方塊 然後有時候太快下去 欸旁邊那個魂沒吃到就有點可惜喔 我們現在 20了 喔那個消耗速度有夠快喔 我們現在 1秒 不只扣1喔 大概1秒就 嗯? 1秒扣2嗎 快2的感覺喔 我們現在大概只有10秒鐘 喔這邊刺超多 這邊要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好 邊移動邊撮 好 你們還夠嗎 還有 喔這邊好多次 好危險 差點被刺到 繼續往下 這裡 衝衝衝衝衝衝 OK再來 有了 下一關800公尺 找一下 靈魂 是3死了 OK 啊那邊錯過了 太快下去 喔 哇有的刺是一直會 一直刺的 喔 被壓到 太擠了我這邊 哇這邊我們命其實有加一隻欸 現在還有一條命 可以可以 沒關係 反正死掉呢 氧氣就靈魂量也會再補充 所以 比較好的情況是 不要被壓死 就是挖到 這個靈魂耗盡再死掉 挖的這個命可能比較值得喔 這邊吃一下 好 再往下 這邊直衝 然後我們 大陸上去就是 一直挖啦 快速挖 優勢真的蠻高的 因為你要記得它可以往下衝 這個衝可以挖掉這個方塊 很方便 OK 900公尺 繼續囉 FIRST 又加速了 FIRST 我們已經到了最佳條件 最佳分數了 我們目前有一個防護罩 最佳分數 去突破 目前這排行榜第一名呢大概一千多分 喔這個遊戲今天 剛封測 所以 我這小遊戲其實第二次玩我已經就是排行榜的第一名了 600多分是當時的第一名 現在第一名呢要一千分 我們現在要突破這個成績 我要成為這小遊戲的第一名 大家都在過關卡抽角色解枝線 那我在玩這個小遊戲 我好喜歡這個小遊戲喔 這個 這個其實我蠻喜歡玩這個挖 挖方塊這個遊戲 以前那個爆撞小遊戲也是玩一陣子 OK 這邊有一個小訣竅 是掉下來的方塊呢 如果剛好上面還有一個魂的話 你不能在下面直接去接它喔 上面那個方塊會直直的墜落下來 所以我們必須等到它掉落在原地 掉落在地上 再去撿 這樣才有一個額外的一秒鐘時間 我這邊刺好多喔 挑選一下路徑 好來GO OK 一千一 我們又加一隻了 喔這就是無敵狀態 有點像無敵星星 挖掘速度會超級快速 然後就是 無敵被刺到也不會有事 那有一個時間 我們就是大力往下挖 不過我們這一關又是 這種快速關喔 這一關算是還是比較簡單一點 可是兩個顏色 那我們到一千兩百二了 這種方塊我們挖側邊會比較好 不然從上面挖下去 你還得再挖一次這個大 呃 中間那個刺 哇 又是那種陷阱 有時候真的是故意的設計的陷阱區喔 這遊戲作者的惡意 好這邊可以消除 這個賺 賺了兩個魂 我們又有魂了又可以繼續了 繼續囉繼續囉 好 還有70 這扣的真的超快 這個我們 啊 這邊沒知道 回去吃一下 這我們滿的話 可能也只剩 三四十秒的時間 可以挖 可能更短喔 現在扣的好快喔 一秒感覺扣 二到三的這個速度了 好 繼續往下 我們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一樓 一千三 我們要突破這個成績 我們要創造一個 大家很難突破的成績 這邊還可以消除 好繼續往下 哇這時間真的來不及喔 這個魂掉下來 好 試一下 好繼續 摘摘摘摘 我們還有三條命耶 喔這個方塊 啊應該先閃了 想說可以快點 快點往下 先閃一下比較好 不過剛好我們剛剛的那個 靈魂也不太夠 哇 這個 一直走一直走 這邊還有方塊掉下來 壓人 OK 好快 這邊真的要側邊走一下 等一下喔 哇這個消除不掉 哇只有左邊這條路耶 等一下這 這有點尷尬 這好像只能硬挖耶 哇哇哇 所以我們會花點時間硬挖 然後這邊消除了 OK 好 還行一千四 繼續往下 哇這有道具 吃個 好 變色了 這個變色沒有變到太多 哇沒氧氣了 沒靈魂了 這邊花一條命 最後一條命了 再來 吹一下吹一下 這一關 這個也是 一條路 也是要快 左右兩邊都可以走 然後中間那個可以兩邊都吃耶 啊這邊太快了 好沒關係這裡還有 往下往下 好 這裡可以黏在一起 一條路 喔這邊消除 吃到兩個魂 讚 這邊旁邊黏住 繼續 吃個 吃個魂 好 還可以往下 一千五百公尺好快 看一下喔 這個刺不會自動刺 再消再消 這邊可以吃 冷靜冷靜 再往下 喔好快 時間 快不夠了 30秒 不到30秒 吃一下 好 走走走走 吃一下 還夠還夠 欸 還夠還夠 再往下再往下 可以嗎可以嗎 可以啊 這邊應該往右走的 我 不該回頭的耶 走錯邊 我們好像又加一條命了 現在還有命 還有一隻 好 再來再來 繼續 喔好多次 蛤這邊往上爬 等一下 喔吃好多 往上爬再下去 等一下喔 哇被啞到了 哇 好可惜 1591 我們第一次跑到這個地方 後面這個設計很惡意喔 就是要一直衝一直跑耶 好多次 被嚇到了 1591分 是我們目前的世界紀錄第一名 離了它分數差了500多 大大的領先 我們現在已經是這個遊戲的世界紀錄了 謝謝大家 大家想去有抽到這個封測帳號的話 也可以來玩一下這個小遊戲喔 它有總排行榜 跟美洲排行榜 這種小遊戲呢 就跟最近那種西瓜遊戲有點像 喜歡小遊戲 喜歡評分數的 玩家呢就會 在這邊花蠻多時間的 但是它這個還有成就 所以在這邊也可以拿到類似 新窮的 可以抽角色抽資源的東西喔 所以這小遊戲呢 大致上 大家都得玩 好的以上分享給大家啦 我們昨天呢有直播這款遊戲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目前玩起來還不錯 那有機會的話 在之後再跟大家詳細的介紹一下啦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下次見